我们统计的来电这里 有6%的人士正在自杀 15%有过自杀想法 2020年对所有人来说都特别难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 希望24小时热线的接线员 和我们聊一聊自杀干预热线 这个在死亡边缘拯救生命的工作 到底是什么样的 您好 欢迎来到普普通人的实录 您好 您好 我是希望24热线的一名接线员 做接线有两年了 我有个问题可能会有些冒犯 之前我打过一次热线 但是一直占线 这个热线真的能打通吗 一定能打通的 大家四班到 就为了确保24小时在线 但毕竟是靠爱发电的工作 人力有限 所以很难立刻响应每一个来电 用爱发电 这份工作没有收入吗 对 是志愿性质的兼职 就这屋子 之前是社区老年活动室 借我们用的 大家也都有个本职来养活自己 像我本身是在一个制药厂工作 大学的时候经常听说 谁谁谁抑郁闹自杀 我就觉得很难过 想着总有人能拉他们一把吧 然后就报名了我们学校的心理辅导中心 还知道了这个热线 哎 总觉得我现在坐在这里 当志愿者是一项被指引的使命 你们都是很温暖的人呀 对 我特好奇的 你们接到一个电话后 回到对面聊什么呀 首先最重要的 判断他的危机等级 如果是马上要自杀 就得让他停下来 当然不能是粗暴阻止哦 要运用对话和询问 具体怎么问呢 最基本的有 你现在在外边吧 听你声音有点冷 要不要先找个衣服 你可能句的听起来像是很简单的废话 但这种话术像是安定计 比任何说教更容易让人冷静 还有些话是绝对不能说的 比如想想你的家人 想想身后中还有很多美好 你知道吗 自杀边缘的人不是看不到远处的美好 他们是没法面对进出的苦难 越是碰不到的希望 又会击垮一个人的勇气 这样的来电多吗 我们统计的来电这里 有6%的人士正在自杀 15%有个自杀想法 更多人是想要倾诉 找到走下去的勇气 这是我们很大一部分存在的价值 近年来学生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了 怎么说呢 成年人看来学生的烦恼 无痛不痒的 情感问题呀 自我认同啊 家庭冲突啊 觉得学生问题多 是脆弱的一种表现 但其实 让很多学生崩溃的不是事件本身 而是太脆弱的标签 剥夺了他们的倾诉欲 负面情绪慢慢累积 才有了无助和绝望 唉 难过怎么会分大小呢 压倒我们的每根稻草 都足够有分量 我想起上学时也经常被批评不成熟 确实要对每个人的脆弱都宽容一些 是 还有一部分是抑郁症患者 尽管这些年抑郁是个大话题 但其实不少人甚至负担不起心理咨询费用 或者都意识不到自己的症状 我们的一次性陪伴肯定比不上心理咨询 但我相信是有效的 还有哦 你可能想不到经常会有抑郁症患者家属打来 家属吗 对 他们也面对着深深的无力感 不断质问自己做错了什么 因为一些抑郁症是跟原生家庭有关系的 于是很多家人就会进行自我否定 他们其实一点不容易的 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吗 接受病症本身 接受家人患病的现实 我接触过一位患者的妈妈 她给孩子买好吃好玩的 带去旅游 但就是绝口不提抑郁症 甚至还跟孩子爸爸隐瞒 担心抗抑郁药有副作用 就擅自给停了 以为嗷嗷就过去了 你看吧 一些抗拒是会伪装成关心的 所以要学会接受 相信医生的诊断 保持同理心 给予真正的陪伴 这些都很重要 我明白 我们从小到大 其实很少被教育如何去关心和去爱 的确是要不断地学习的 对了 今年的疫情会让来电变多吗 往年就有很多中年失业的来电 今年多了不止一番 我们专门开设了疫情专线 之前有个大哥打来嚎啕大哭 说自己没钱陪车加油呢 他做随产的 疫情以后傲龙什么的全赔了 他说每天坐在房子里干喘气 就能赔几十万 想开车去近郊散散心吧 才发现所有银行卡被动了 经济的不景气 加上身体的衰老 已经让太多人捡不起东山再起的信念了 我虽然也不知道 疫情什么时候会完全过去 但我希望他们能明白 生活的转机可能会更早一步来 是的 转机也是未知的一部分 它总会来 但要等得起 疫情期间还有好多夸张的谣言 像什么 这个病就是清理老年人的 就让一些独居老人更加焦虑孤独了 每天都在面对这么多无奈 你们会难受吗 肯定会的 你知道吗 我们最难的是要面对自己的无能为力 有次街道是个年轻女孩 我听到对面吼叫 争吵摔东西 甚至没听全他说什么就忙硬了 那种情况贸然回波 会让来电者更危险 我就一直等他打回来 眼泪止不住往下掉 后来都导跟我说 我们是能帮助到很多人 可我们也要允许自己 有无能为力的时刻 接触过这么多人之后 你会觉得这份工作 对你有什么改变吗 接线让我看到了社会中被折叠的部分 有的预警联系我们和服刑人员聊聊 我才知道那些每天都在直面自己罪行的人 90%会患上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 轻度的有厌食 睡眠障碍 重度的出狱后患有终身社交障碍和惊恐症 还有我之前不了解的跨性别这个概念 其实呢 这只是众多性别认同的一种 社会否定他们 他们也会自我否定 所以近半都想过自杀 还有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女童性恋 自杀率也很高 看过那种新闻吧 被迫和男性结婚甚至生意 生活对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重量 有些人光被俘活着本身 就已经要拼尽全力了 所以没人比他们更懂得偏见的沉重 今天的话题还蛮沉重的 好多人觉得我们做这个应该很丧吧 其实我每接一个电话 看到一线有效的希望传达 我都会很快乐满足 好多人在挂断钱都会说句谢谢 也有人说我好多了 多简单的几个字啊 就能让我真切的快乐 我很希望大家无论有什么不愉快 都能打来电话 我们一直都会在 但我更祝愿大家 不用经历那么多难过的时刻 这些接线员在做着一件又消耗精力 又没有钱的工作 他们的存在像是世界上一个温暖的小角落 无论你是谁在做什么 你都可以在任意时刻走进去 歇一会儿 因为永远有人在挡你 如果你喜欢这一节目标 我们给我们一件三两